如果你要改成藍色的話 第二個 所以這個有時候就五個而已 就把它稍微記一下 黑藍銀輝黃 就五個顏色 就當成口訣記一下 不然以後書上查一下也有 OK那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safe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來看即時一下 OK有沒有看到 顏色就更改了 就只有這五種顏色 目前JQ MOBA就只有提供五種顏色 那將來也許會更多啦 所以可以彩色什麼都可以放 那就可以讓我們上面有多一點點色彩 OK那後面的話呢 尋染列上面可以加顏色之外 那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後面 比如說我今天最新消息 我今天希望什麼 我希望在這個上面 多增加什麼呢 這個前面有講過了 就是所以請各位等一下可以做 就是說我希望點擊它之後 可以上面有回什麼呢 回上頁 本來是back對不對 那你把它改回上頁 而且按鈕本來是灰色的 請你把它改成黃色的 怎麼做 另外本來底下的顏色不是什麼呢 不是黃色的 你也可以把頁面改成黃色的 在哪邊改 請你自己玩玩看 如果你改錯了 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有 復原件 可是上面沒有復原件 通常有問啦 其實你就記Ctrl Z就好了 做錯沒有關係 Ctrl Z一下就還原了 反正就是顏色記得就是什麼呢 Data Thimming 只是說你要針對Button上面去做 Thimming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選取 選到它 套顏色它就會在那上面了 所以Page要做顏色 一樣嘛 你就選哪一個 選Page 它就顏色就上去了 這第一就是幾個效果 第一個 上面做出這個 這前面有做過 所以請各位動動腦筋 應該做做看 做錯沒關係 Ctrl Z 所以很多效果 說真的 剛開始我接觸這個也是這樣 反正就是試 一直試 就試出來了 很多效果說你照書看 看半天 真的很痛苦 因為書上 它不是用這個 來做 而且它的書上面的布 就是它用的 這個好像它是 建議用設計師的樣子 那我用不習慣 我習慣用傳統的 因為以前在 3.0的版本就長這樣子 所以就很習慣 然後呢 Data Thimming可以改一改 再來就是說請各位在底下 加一個什麼 下一頁 這個下一頁呢 特別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這邊 加一個下一頁對不對 然後它可以一直下一頁 一直下一頁 就可以一直循環了嘛 對不對 一直 1 2 3 1 2 3 1 2 3 一直1 2 3 那怎麼做 OK 另外的話 它必須整條的 就是不是一小條 是一整條的 另外前面要加一個什麼 下 往下的一個 icon 所以一直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你就一直連一直連 那這樣子的話 使用者就很方便啦 比如說你